馬上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今天料理So easy 今天料理So easy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想要抓住冬天的尾巴 上個星期不是說 降下三月雪嗎 所以葉瑩就想了 那很好 我們來試試看火鍋 可是火鍋大家常常說 兩個人 三個人好像才可以吃 這料池才好買 但一個人該怎麼辦 今天要教你的不但是單人鍋 而且看看我後頭這個 它就像是千彩一樣 開出一朵玫瑰花一般 到底要怎麼做 來看今天的料理So easy 料理So easy 今天人比花椒 我們要把玫瑰花放進鍋子裡 來 歡迎Eugen老師 玫瑰花要怎麼放進鍋子裡 我現場沒有看到怕白菜 對 就是用擺盤的方式 會在鍋子裡看著 形成一種花的一個形狀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第一步要先怎麼點出花來 我們先來做調味的準備 那我們就是用點洋蔥汁 基本上就會用到四分之一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我們的尖層的部分 這個是白菜 這個是田徑白菜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先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 我們再一片一片的把它分開 然後中間要夾豬肉 那如果說買的不是那麼細長的也可以嗎 基本上也可以 那你可能就是到時候如果它是比較寬的話 你可能要先對半切 把它切開來讓它不會太寬 這樣它跟豬肉疊的時候就不會有太多菜 肉跟菜的比例會比較正確一點 把豬肉鋪在中間 然後把它鋪滿 然後鋪滿之後我們再放一層 然後就這樣一直把它疊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一個訣竅就是說 你可能要先確定你鍋子的高度 不然因為你不想到你白菜切太寬 然後其實白菜都翹起來的話 你鍋子蓋不起來 把剛剛的洋蔥絲先放下去做調味 放在底的時候洋蔥跟著高湯煮一煮 它就會有一點甜味出來 你的湯會更好喝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剛剛切斷的 可以放在裡面 那我們排的時候 像剛剛講的一樣我們把它像花一樣的 做出一層一層的感覺 我發現你其實是順著那個圓在排 是不是啊 對 因為它這樣子 因為你本身它的切法 它立起來的時候 煮下來就會用著我們畫的效果 我們還準備了一點白蘿蔔片 也是除了讓它的口感 到時候會多一點變化之外 那另外也是讓它在煮的時候 它蘿蔔的鮮味可以進到高湯裡面 所以整個鍋的湯頭都會更好喝 所以你放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什麼樣的規則嗎 就是一片蘿蔔 然後兩三片菜 一片蘿蔔 兩三片面菜 就比較有一個台之散業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好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加高湯了 湯倒下去的時候 大概在鍋子的一半左右 因為你白菜跟蘿蔔煮完之後 它會出水 這邊是一點煎魚醬油 讓它有點和風高湯的口味 然後就是大火讓它煮到 白蘿蔔只要變成透明的 然後你的肉變成咖啡色的 就是已經上色之後 基本上就完成了 有些菜太漂亮了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怎麼辦 好 我來幫你了 對 一個字 鮮 好鮮喔 你知道 這些菜本身都是鮮甜的 對 新鮮的培根餐 那個肉味又很足 而且又放了雞湯 它真的超級鮮的耶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看的顏色白白的 會覺得它會太淡 其實本身味道就很足夠了 中西合併的感覺 對 所以很像港市 你會吃到那種烤焗白菜一樣 就是有一點奶製品在裡面 配個白菜 其實味道都是很搭的 那麼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推薦的 玫瑰豬肉鍋 一個人吃起來真的剛剛好 西合佑祖